Hello 大家好 我是Won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我的第一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做的内容或者对我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哦 今天的视频呢 最主要是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在Zara买到的几款白衬衫 好多的是吊牌都还没拆 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了 顺便呢 这一期的视频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上身的展示 还有一些我平常搭配的套路 还有一些就是关于白衬衫选购的小技巧 关于白衬衫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的衣柜里面都会有那么几件白衬衫吧 对于我来说 白衬衫是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杀的一个单品 一般见客户的时候我都会选择穿白衬衫 除了见客户之外 比如说去超市买点东西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需要到社交的场合 我基本上都是会穿件简单的白衬衫搭配牛仔裤出门的 好了话不多说 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买到的几款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值得买的白衬衫吧 第一款呢 是水洗面料的牛仔衬衫 它的手感呢 摸起来还是非常扎实的 而且细看可以看得到上面牛仔的纹路 但是呢 它又不是传统的西部风格的双口袋牛仔衬衫 它只做了一个单口袋的设计处理 看上去的话还是比较休闲的 适合平常出门买买菜啊 去去超市啊 喝杯奶茶的时候穿 看这件衣服的时候呢 我会搭一条黑色的紧身牛仔裤穿 还会把袖子给卷起来 营造一种比较休闲帅气的感觉 第二件衣服呢 是我在这一批衣服里面个人最满意的一件 它是一件混仿面料的衬衫 摸起来的话非常的扎实和柔顺 而且呢 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弹力效果 我看它这件衣服的商品简介是写的是Joel Life系列的 那就是土耳其产的 跟我后面推荐的这几款衬衫呢 不是同一个产地 对于土耳其产的衬衫来说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这个logo的这个牌子 跟其他另外几件的这个衣服的牌子是不一样的 这件衣服呢 不管是在版型还是面料上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件 这件衬衫呢 我会拿来搭配黑色的西裤 然后呢领带方面 我会选一条暗红色条纹的领带来综合一下 就是比较素牙的上身 第三件我要推荐的衬衫呢 是属于我个人日常生活中出现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件衬衫 它是一个斜纹免韵的面料 而跟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同一个面料的 这种衣服的好处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不怎么需要运 比较适合就是着急要出门啊 开会的时候穿白衬衫嘛 如果皱巴巴的话 看起来你的人是绝对会不精神的 这件衣服呢 是一个合身的直筒版型 摸起来的话也是蛮软蛮滑的 带有一点点的弹性 领子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开脚很大的温纱领 也叫做宽脚领 它适合扎一些比较粗的领带 但是我个人是不喜欢扎太粗的领带的 这件衣服呢 我会拿来搭配一条黑色的西裤 但是呢 穿牛仔裤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平常如果得出门买点东西 或者是见一些比较重要的客户呢 有时候也会搭牛仔裤的 所以说在选择日常穿衣搭配的时候 不要太纠结 所谓的正式跟不正式 其实你只要关注你的穿搭是否干净得体就差不多了 至于正式不正式呢 就见着见着了 以前守旧的一些穿衣规则和场合穿搭的这种概念 我觉得就是还蛮过时的 如果说你可以不遵守的话 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遵守它 好啦 在推荐了三款男士衬衫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推荐两款女士的衬衫 因为我平常的穿搭 因为我平常的穿衣风格呢 是男女装都混穿的 所以可能在以后的视频里面 呃 大家可能会发现有很多 就是我既穿了男款 又穿了女款 或者说男女装搭配穿的这种 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第一件女装的衬衫呢 它是一个俯仇面料的白色衬衫 它的 它的亮点是在下摆 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 而袖子的部分呢 是一个灯笼袖的设计 其实这种设计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而且穿它的话是不能束腰的 嗯 对于我这种腰粗的人来说 如果不能束腰穿的话 这种衣服可能都会放弃 这件衬衫呢 我觉得把它拿来搭配 黑色的扣腿裤会比较好看 嗯 不过它是俯仇面料的 我觉得这种衣服穿起来会很不退气 特别是如果你到夏天非常非常热的时候 这个面料会跟你的身体黏在一起 出汗的时候就非常的不美观 呃 如果是硬要拿来穿的话 我可能会把它解开两到三颗扣子 然后搭配一条紧身牛仔裤来穿 另外呢 还要再说一下就是它这件衣服价格方面 价格的话是299块 嗯 对于一件补仇的衬衫来说 我觉得这个价格不划算 最后一件我要推荐的这件白衬衫呢 就是在ZARA 经常可以买到的一个基本款 这件衣服呢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它比上一件更加的带基础款一点 同时它的这个袖子会更加的短一点 而且会更加的宽一些 穿起来的话就是整个是喷喷的 嗯 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的话 买它还是可以的 价格也还说过去 不过总体上来说 ZARA的女款的基本款衬衫 我都推荐打折的时候再买 不然的话我觉得有点亏 另外呢 还有三款白衬衫 我在这里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觉得不算的很好看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也没有什么亮点 那么关于衬衫部分的穿搭和讲解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想和大家聊一下 关于挑选白衬衫的一些心得 OK第一点 就算你是一个很喜欢穿白衬衫的人 那么我也不建议你一次性 囤太多件白衬衫 因为白衬衫的话 保存不好是很容易发黄的 可能就是你一次性买了太多件白衬衫 但是没有穿过多少次 那很有可能它就发黄了 那么你的钱就浪费了吗 第二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是 白衬衫是在于精不在于多 不同款式不同面料不同设计不同风格的白衬衫 其实买一到两件就可以了 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就是 在选基础款衬衫的时候呢 尽量选纯棉的白衬衫 因为它的透气性会更加的好一点 如果你是想让你的衬衫穿在身上 看起来更加的硬挺一点 有型一点的话 你可以买混仿面料的衬衫 对于白衬衫的穿搭呢 是个是个样的 今天呢最主要还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日常和基础的穿搭 和一些白衬衫的挑选心得 今天的视频和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